男孩的爷爷去世了 他将爷爷生前最喜欢的波罗手机 放进了他的口袋 他忍不住给爷爷发了一条短信 第二天男孩参加完爷爷的葬礼 他收到了一个月前爷爷寄出去的一封信 信中的结尾是对男孩短信的回复 我也会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男孩急忙打开短信 不可置信地看着手机里的短信息 回到家的男孩实在想不明白 他忍不住拨打了爷爷的电话 诉说着他对爷爷的思念之情 可是等男孩从睡梦中醒来 他居然收到了死去爷爷的短信 男孩赶紧下楼找到父亲 说爷爷还没死 他昨天半夜给他回短信了 我们要赶紧把他从地下救出来 父亲却不以为意 说这只是手机信号故障 男孩见父亲不相信自己 他自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墓地 拿出手机拨打了爷爷的电话 等男孩倾听地下的动静时 地下真的传来了手机的铃声 男孩被吓了一条 他来到了爷爷家里 男孩坐在爷爷长座的椅子上 回想着和爷爷一起的时光 他接受了爷爷已经离开自己的事实 时间慢慢过去 爷爷的房子也被挂牌出手 男孩也忘记了这件事情 他回归到了正常的校园生活 这天男孩参加学校的舞会 长毛看男孩不顺眼 直接将他拖到了室外 一拳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父亲问男孩脸上怎么了 男孩却回答是自己撞伤的 等回到家后 男孩躲在卫生间里 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在电话里向爷爷诉说着今天的遭遇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孩却收到了校爸 离奇死亡的消息 难道是爷爷显灵了 男孩偷偷将手机放入爷爷的口袋 等爷爷下葬之后 他忍不住给爷爷发了一条短信 没想到第二天 爷爷居然回复了 等他赶到爷爷的目的 他听见了从地下传来的手机铃声 就在男孩被同学欺负时 男孩忍不住给爷爷拨打了电话 诉说着自己被欺负的痛苦 谁知第二天男孩就收到死党的短信 那个同学竟然离奇死亡 男孩和同学赶到长毛家 看见了被抬出来的长毛 这才相信这是真的 他通过神父才知道 长毛死亡的姿势和他被打死一模一样 神父通过男孩父亲也知道了手机的事情 他告诉男孩这只是意外 手机的事情只是有人捉弄他 但是男孩并不相信 他又给爷爷拨打了电话 他说自己并不想让长毛死 如果这事情跟你有关系的话 你就敲墙壁三下 男孩将手机放在桌上 静静等待敲机声 没想到爷爷直接打来了电话 吓得男孩跑到了一边 等铃声消失 男孩拿起手机 爷爷又发了一条短信 吓得男孩直接丢掉了手机 奇怪的是短信的内容只有几个字母 虽然是自己的爷爷发的短信 但是男孩依旧很害怕 第二天他来到手机店 购买了一部新手机和电话卡 当男孩用新手机拨打爷爷的电话时 等手机显示呼叫失败 男孩这才松了一口气 等男孩回到家 本想把手机直接扔掉 但想想这是自己和爷爷的美好回忆 于是他把手机放进一个盒子里 藏在了柜子的深处 日子一天天过去 男孩结束了高中的生活 他考上自己心中的大学 男孩离开父亲前去别的城市 本以为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日子 直到这一天 男孩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男孩偷偷将手机放在爷爷的身上 因为爷爷告诉他 有事情可以打电话找他 当男孩思念爷爷时 他会给爷爷发短信 爷爷也会在半夜回复他 当男孩被人欺负 他打电话给爷爷寻求帮助 爷爷都会帮他解决麻烦 这天他高中的班主任和未婚夫出去游玩 由于肇事司机酒驾导致两人身亡 而自己却毫发无伤 事后男人使用超能力 以戒除酒饮为由让自己逍遥法外 戒酒中心向度假村 男人分明就是过来享受的 这让男孩内心十分的愤怒 男孩回到自己家里 他打开盒子找到手机 打电话向死去多年的爷爷寻求帮助 男孩打完电话就后悔了 他不该让爷爷又做这些事情 可是没多久 男孩就看到了男人意外死亡的消息 为了查清男人的死因 男孩来到了戒酒中心 他收买了里面的护工 得知男人竟是自杀身亡 更诡异的是男人在洗澡时 他将一块肥皂切成两半 硬是吞下了半块肥皂而死 他肯定这是爷爷做的 男孩回到车里 他无比的愧疚 觉得自己就是凶手 爷爷又发来了短信 男孩知道这是爷爷叫他平手的意思 他不希望男孩成为没有底线的人 男孩来到爷爷的墓碑前忏悔 此刻他下了一个决定 男孩来到一个湖边 他将手机丢入了湖内 代表着男孩与爷爷的告别 影片出自于史蒂芬金 有人说根本没有爷爷 没有什么灵异事件 只是男孩的第二个人格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是金乐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